玩玩具也要有仪式感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玩具点 我是33 今天这期咱们来看看这款出自阿索卡的最新暴风兵造型 暗夜士兵 虽然说星战宇宙里的兵种千千万 但是和这些暗夜士兵一样带点魔幻元素的还真不多 这个兵种是有暗夜三姐妹的魔法加持 所以不死不灭 有点生化危机丧失的那个意思了 这个造型设计的还是非常帅的 红布条和金色的裂痕 把外观憨憨的暴风兵 升级成了这个很有压迫感 还带点阴森的样子 这应该是最近这些年最吸引我的一个暴风兵造型了 玩具的包装方面没有变化 还是星战的黑色包装配一个内层卡板 里面的内容物也非常简单 就是主体 五只手型 两把枪 一个热能炸弹 还有地台支架 手型主体自带的是一对松弛手 替换的有一对握拳手 一对持握手和一只开掌手 两把暴灯枪也都是和之前一些版本里的一样 这把长的枪托可以活动 地台也是星战的标准方块地台 可动性没有变化 这里就不多说了 咱们重点来看看这款在外形上的几个卖点 首先就是白色盔甲表面的旧化涂装 除了一般的那种污迹和烟熏效果 这次的这个呢 还有很多隐约泛黄效果的位置 而且也非常明显 这一点对设定的还原还是比较不错的 另外一点就是这款的底衣和泡冰的是一样的 是一个比较厚的面料 而且有很多的拼接部分 表面的编织也更复杂 第二呢就是这些红色的布条 这些布条每一条都是独立的 材质也是真实的布料 和盔甲一样 外观上也有旧化的效果和这种撕裂的外观 数量也是非常多的 遍布四肢 像这里呢还有一个打结的造型 这些布条都是粘贴在盔甲上的 像这种缠了一圈的 粘合位置是在外面 最后一点呢 就是全身的这种金色裂纹 这些位置都是用激光雕刻出来 然后加上的金色涂装 这也是一个新的工艺城市了 效果上呢 因为这些裂痕有非常细的 所以如果用普通的开模方式 裂痕的粗细还有锐度 可能都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激光雕刻把这一点处理的还是非常好的 像头顶和一些局部位置 外观上都是很不错的 手感上也都能明显地感觉到立体效果 感觉这个技术 以后也可以用在钢铁匣的战损零件上 这种裂痕的覆盖率也是非常高的 除了鞋子上没有 剩下的每一片盔甲 包括手型和这个热能炸弹上都有这个处理 金色的涂装是一个烫金的颜色 有一定的光泽感 以肩上最大的这一块为例 金色的表面上也有很好的屋迹涂装覆盖 而且金色本身的涂装质量也比较高 在像这种非常细窄的裂痕位置上 也没有出界溢色的问题 总结一下 这款暗夜士兵的配件量很基础 除了手型就是两把枪 但是主体上的细节 不管是做旧效果 红色布条 还是最新的激光雕刻工艺做出来的裂痕 在目前已经出过的克隆人里 都是属于非常不错的 这个外形也很有辨识度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版本的 好了 那以上就是这一期测评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视频内容还不错呢 那还请点赞关注一下 我是33 别忘了 玩玩玩具也要有仪式感 咱们下期再聊